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宋佐尔 我今天要做的是乐于视频盟主来问 问问问 我看着你好相处的话 我就很喜欢跟你说话 但是我要是觉得你不好相处的话 我可能不会说话 去跟他们玩吗 铁板烧 麻辣汤 还有煎饼 以前还没怎么拍戏的时候 就是跟朋友去路边吃 对 我其实真的会容易冒汗 我特别不喜欢穿着鞋子 而且我的脚特别容易摸 但是我又不爱穿袜子 所以那样就不会磨脚 干什么都方便 不会垮的 我选扎丸子头是因为我觉得方便而且凉快 自己扎的话就一甩头就能扎了很快 意外意外烟 没有扎烂它了 没有扎闪 因为它头发有点短 所以我也不是很会表达感情的 因为不会说我爱你啊 什么我们俩从来不会这样 可能就是我跟我妈冷战 然后冷到一定地步了 就问问她东西在哪儿什么 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 她太可爱了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穿这么多 但是估计她们那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轻薄的面料 因为我们现在拍戏 衣服面料都要有质感 然后就会很厚又很热 我很讨厌别人说我的身边的人 说我的朋友 我怎么样我倒觉得还无所谓 因为毕竟是演员嘛 就是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但是有很离谱的谣传就是什么 我三岁开始整容 有 每次都留 我那个粉色帽子它一盖上就会很有安全感 而且我那个一戴盖上 就是我在里边流口水啊 流鼻涕什么 没有人能看得见 怎么了吗 口水不是自己流的吗 怎么还嫌弃上了 宝宝们 你们 你看这只灰的 他的心脏跳得好快 为了不让他们难过 把客厅里所有的镜子全都撤走了 就不让他们看到自己长什么样子 我们家现在那只虎锅 剃得像小恐龙一样 然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 一般都是我比较重宠 求着他们抱着他们 能抱到哪只都行 你好朋友 大熊扑扑和虎香香 骂我吧 我前天还不小心把我那只白猫的尾巴夹到了 他在咬我 咬到姐姐被熟熟了 我有点害怕 我有一个特别变态的毛病 我特别喜欢这样 刘正律律 这我很蠢 笑我可 一眼睛 零食大千不可能 因为我是一个不爱吃饭 但是特别爱吃零食的人 我最爱吃的可能是咸蛋黄饼干 但是零食嘛 有就往嘴里塞 不要挑 他们好乖 你看下面的老师在上课 坐好 坐好 我的盟主来班做完了 你有更了解我和他们吗 更多精彩 请关注乐鱼视频 再见 再见